大家好 我是Stan 下個小學士 被韓網稱為是黑暗版哀語的BB 將在11月14號以興趣回歸 因為這是在紅掃韓國所有音樂網站的 日榜週榜與月榜的超紅神曲 Pam Young Gang之後推出的興趣 所以令粉絲們非常期待 而在音樂領域曲的成功後 BB更是積極推展她的演藝事業 最近她出演了迪吉尼Plus的原創韓劇 Kangnam Bside 與男神吉尚武實力派演員球務警等合作 Kangnam Bside 是講述被將至多年的精英刑金康東武 重返江南娛樂區 調查一起神秘失蹤事件的故事 這起案件看似單純的失蹤 將隨著調查深入 逐步揭露出動搖韓國整個社會的 龐大毒品與貪腐的黑幕 而在江南的夜店 失蹤的夜店王牌前 心中沉迷 刑金康東武在追查的過程中 與一位神秘的前客Yongiro展開合作 Yongiro在叛逆的外表下 隱藏著他掌控江南黑暗世界的實力 參與調查的監察官名測集 Yongiro一同進入 充斥著毒品和暴力的前客世界 三個人因各自不同的原因交織在一起 為了尋找在江南失蹤的夜店王牌前夷 共同追查隱藏在江南華林外表下的犯罪案件的故事 已經很有趣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就一句話 太有趣了 對看到第二集的我來說 雖然劇情是黑暗世界的老套路 但演員陣容相當新鮮 演出方式也很出色 尤其是起槍武和PB的演技真的非常棒 我當初是為了看起槍武的Triage Arc 訂閱了Digini Plus 結果真的太好看了 順便還看了雷人們卡布里爾 現在開始看Conan Beside 真的好喜歡 完全被PB的演技迷住了 和他之前在劇中的角色形象差異太大 真的很新鮮 就在之前公開的韓劇Triage Arc中 飾演中韓日販毒集團核心人物的PB 憑藉對角色核心的敏銳把握 塑造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角色 而這次PB在Conan Beside 飾演的是 動搖整個江南的失蹤事件中心的核心人物 並掌握著背後巨大真相的夜店王牌 所以 真的好期待 希望PB的興趣以及Tigini Plus 韓劇Conan Beside都能大發 下個消息是 在韓國SBS和愛奇藝國際版合作推出的 男團選秀節目 Starlight擔任導師的Stacey Yun 因為在節目中說出的一句話 遭到了海外網友們的出征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YUN說出那句話之前的片段 這三位練習生本來就已經有很多失誤了 所以基本上是不可能得到好的評價 而在舞台結束後 因為其他練習生們拍攝 所以YUN就說了一句 為什麼要拍手呢? 結果就遭到了海外粉絲們的責罵 不過在YUN說完這句話之後 全英俊導師也說了 孩子們這裡是社團嗎? 在進行社團活動嗎? 太淒慘了 真是淒慘 其他導師們也表示非常失望 其實一直有看韓國選秀節目的觀眾們 應該會很熟悉這樣的感覺 因為目前為止在各種選秀節目中 都出現過類似程度的用詞 甚至在彭光五層臉中 索元對練習生們說了 糟糕到連氣都生不起來 但也沒有引起什麼爭議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我在追這個節目 本來就話題性不高 所以只有海外在看 而且無論國籍 很多參賽者都是出刀過的 所以在各自國家也有一定的粉絲群 像全員軍會議這些人 在其他生存節目裡也常看到 看起來很專業 所以沒人感動他們 他們只欺負第一次出演選秀節目的年輕女愛的而已 雖然是並沒有犯到需要被攻擊的錯誤 但指責那些鼓掌的孩子們這不是評價吧 練習生們只是舞台結束後 下意識的鼓掌罷了 如果不鼓掌可能又會被剪輯成 人品有問題引起誤會的 看韻德與其安當事的情況 他並不是在責備那些拍手的孩子們 從上下文和情景來看 說的是上台的孩子們準備不足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年紀小 又是現役女愛的才會被這樣侵蝕和對待 對著舞台上的練習生們說 你們聽到掌聲不覺得羞愧嗎 這樣還可以理解 但對下意識鼓掌的孩子們挑剔 是不是有點過頭了 評審們真的應該會超火大吧 讓他們坐在那裡評價 結果要看初中生才以表演四的舞台 在愛金山公集的外國粉絲 肯定都是第一次看選秀節目的孩子們吧 如果是像Preduce系列17 M9那種惡魔剪輯 練習生們早就哭著回座位了 這種程度還不知感恩嗎 其實有看這個節目的話就能知道 雲對海外練習生們真的很親切 很用心的鼓勵他們 所以雲因為那句話被海外粉絲們忙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娛樂圈 5票 3位 T6 Happy 17票 4位 Tours 1000萬浪計劃 9票 5位 IU Love Angel 8票 6位 4位 5位 4位 6位 7位 4位 6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